嘩嘩嘩嘩嘩 一來就兩隻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良兒 今天跟大家玩的這隻手機遊戲 大家一聽名字就知道 用兩個字形容的 就是經典 一隻日本國民級的RPG神作 伊蘇六 納比斯丁的方舟 一聽到伊蘇這個名字 大家知道是猛料的 因為伊蘇這個名字 正正就是那隻 正統皇道熱血冒險故事而出名的日系RPG 可以說是被祖級的作品 而伊蘇六是講一個有關方舟的故事 熱血而又感人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馬上試一試這隻遊戲 有些什麼可以玩 在創角色的時候 女神會跟你聊聊天 問一下你一些取向性格 到最後他就會建議你用什麼角色 雖然現在日文不太看得懂 但是你看看漢字的話 都大概猜到他是想選什麼 例如這個是選屬性 之後台服出了的話 這個繁體字 大家更加容易去理解整件事 另外順帶一提 台服現在已經開始預約了 如果你預約了 他還會送你一個高價值的雲卡 就是這個卡利蒂亞 我下面的描述 將會有連結給大家按去預約一下 我們現在就看看到底有什麼角色 現在大家看到有四個角色 分別就是這個刺客 每選角色都會有CG看 而且人物都挺帥的 刺客有這個進化 可以成為忍者 很帥氣 一定是高DPS的角色 另一個進化可以成為海賊 海賊也挺帥的 原來有遠攻 我們再看看 這個雷雷一進來 我已經覺得很吸引 就是妖精的角色 看到她有長耳朵 應該是一個遊盒 我們再看看遊盒可以進化成一隻風精靈 更加強化她的攻擊 然後可以成為法師 應該就是玩風系的法師 這個雷雷很吸引 所以我一會就可能會玩這隻角色 然後如果喜歡玩近戰的話 戰士很經典的角色 一個字 classic 可以成為這個騎士 有點十字聖殿軍的感覺 如果你想玩高DPS的話 這隻狂戰士 又是很帥 玩雙手重劍 然後又看看 我們有這個正統的法師 玩這個 我看到有兵系有火系有雷系 甚麼都有 但是她進化 就可以成為這個 兵屬性的法師 這個雷雷又是做得非常漂亮 然後又可以成為艷系的法師 如果你要追求高DPS 又玩遠攻的話 我覺得這隻也會挺吸引大家的 好了 我們選擇完角色 一起來看看故事說甚麼 話說 其實這個主角阿特魯 即是紅頭髮的主角 跟朋友一起去冒險的時候 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裡 經過一番漂流 就來到一個小島 就是現在這個小島 這個島上 有一個奧路哈的巫女 以及這個就是她妹 伊莎 這兩個就是列達族的族人 在體驗劇情裡面 你會聽到一些很熟悉的聲優 因為她那個聲優陣容相當之強 例如男主角阿特魯 就是幫這個進擊的巨人 即是艾倫 那個男主角配音的美語櫃 即是經常說 這個奧路哈就是進擊的巨人的女主角 就是這個石川柔衣 就是經常說Ellen 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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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島上救回之後 就跟這個男主角一起去冒險 我們有一些基本的遊戲操作 一開始已經很快地給個Tutorial 看看男主角的技能 應該SSR級的 嘩 好帥喔 騎士的職業都不錯 不過還有一個火系的劍 嘩 好像也很吸引 我們轉眼間 馬上來到這個BOSS級的怪物 Ellen 這個伊蘇勒的大反派 快要搶方舟的力量 一開始的時候教學已經有大BOSS 很棒 馬上來試試 我會多一招技能 我玩妖精應該要回避他的攻擊 我會有一個戰羽 OK 跟男主角一起平肩作戰 好 這是過場而已 打到他一半血就要走路了 嘩 敵人的招式也是漂亮的 嘩 直接打倒了 好了 我們被大反派打到村莊的時候 我們終於可以試試我們的冒險 一開始也有一些很好的教學 窩心 例如你按一下這裡 他已經會直接帶導航去你的地方 直接可以拿回一些基本的裝備 你聽到他的音樂 也是沿用以前伊蘇勒的經典音樂 嘩 非常之有熟悉感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在村莊裡 四處遊走一下 欣賞一下這裡的湖光山色 很純相大自然的村莊 這個時候突然有一些狼入侵了 一開始也是打一些魔獸 嘩 正 都是跟男主角並肩作戰 嘩 又多了一些新技能 旋風的戰 嘗一嘗 又是打一些範圍技 可以搭配不同 其實他的戰鬥系統非常牛腸 這隻遊戲狩獵完之後 就會掉落一些魂卡 這些魂卡 就可以讓你裝備在一些武器 衣服等等的地方來提升你的戰鬥力 好了 我玩玩一下 修復了這個魔鏡的力量之後 這個列達族的村落 看來有一些問題發生了 看來應該有隻大BOSS給我打了 我們準備打BOSS了 列達族的外圍有隻大魔獸入侵 所以我們應該就要跟男主角一起 並肩作戰去擊退這隻魔物 看來會有一場 艱苦的BOSS戰 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 好來打架打架打架 最喜歡打架 哇大範圍的攻擊 不過我也有治癒術 OK 出一下技能打他 他會有些範圍技 這隻BOSS沒有問題 他的戰鬥角度等等 你會看到BOSS的攻擊動作 其實都很華麗的 好 不過我可以善用我妖精的優勢 跟他拉他來打 那麼 男主角幫我在前面擋一擋箱 這隻遊戲也會有翻滾的元素 可以讓你去 可以回避他的攻擊 好 避開所有技能之後就繼續射他 再來一個龍捲射擊 散撞射擊 直接埋身射 輕鬆 打完BOSS 休息時間跟大家說一說福利 我們現在這隻E-SO 如果首儲的話 就會送你這隻金色的E-SA 一個很漂亮的妖精妹妹 甚至乎你儲到三日目 他就會送一個部落成裝給你 這一件成裝也是很華麗很漂亮的 我就不等大家了 我自己拿了 另外這隻遊戲有一個奇緣系統 當你戰力不夠的時候 奇緣系統就幫到你 它會幫你抽到一些雲卡 來提升你的戰鬥力 我們看看今次會奇緣到什麼 有些甲蟲等等的東西 我們奇緣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裝備提升你的戰鬥力 當我們抽到這些雲卡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裝備欄位 將這些卡片進行裝備提升我們的戰力 在此之前我們可以欣賞一下 其實它雲卡系統的雲卡 它的作畫是非常漂亮的 例如這隻小寵物很可愛的 另外我手處拿到的尼蒂亞 一隻金卡 你看到用金色的裙邊 再加上一個很漂亮的紫色風格的作畫 這些雲卡其實是有一個欣賞價值的 另外我們將它裝備之後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戰鬥力會大升 另外為了提升戰力 當然你就有裝備強化系統 我們用回相應的材料 很簡單地對著一些裝備或防具 那麼強化 它就會有加成加上去 戰鬥力也會隨之而上升 同樣地除了裝備之外 雲卡也可以用回相同的方法 將它強化 你看到強化加1就會51攻 加2就是59攻 那麼我們繼續不斷強化它 升爆 這張卡我覺得挺好用的 另外想介紹給大家 看看這遊戲的衣裝系統 你可以隨意更換不同的衣服 有些衣服非常漂亮 例如這套它有一些華麗的裝備 例如這一件 又或者這一件 我覺得其實這遊戲的衣裝系統 是做得非常好 我會很喜歡幫女兒去換衣服 這件也很漂亮 跟換一下華麗的髮型 這件整套是很理想的造型 在頭飾方面也有不少 例如這個 有些女戰神阿爾基里感覺 這個頭盔 除此之外 它也有一些行走的特效 走路有一些腳印 這些全部都很漂亮 喜歡組織到角色漂亮一漂亮的朋友 這個系統一定不能錯過 現在介紹一下一些網路的日常 例如裝備試練 會跟別人組隊一起玩 這遊戲的組隊系統非常重要 如果你跟別人組隊打的話 你就會有更加高的機率 獲得大量的經驗 以及一些漂亮的裝備 甚至乎是雲卡等等 組隊打架還會出這些強力的BOSS 你自己打不夠打的時候 你可以靠貼一下隊友 因為隊友可能戰力很高 可以提攜一下你 打完他之後 有機會就拿到我想要的裝備 現在跟一大堆隊友一起去玩BOSS RUSH 一些突發的案件 我們一大堆人 眾志誠誠打BOSS 希望他們會出到漂亮的裝備 也有很多人在牆上 這隻BOSS很厲害 剛才有一兩隻BOSS 都很快被我們借掉 要留意一下他的技術 完成 BOSS RUSH總共有三隻BOSS 每打完一隻BOSS 他就會有一個寶箱給你 可以開到相應的裝備 好了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抽英雄 能夠抽到SSR英雄 提升我的戰力 是我的人生的目標 這次的目標 我希望抽到奧勞哈 就是我們這位男髮女主角 因為他的作畫相當漂亮 之餘 也是由石川柔衣去做配音 所以這隻角色非常吸引我 而且是SSR的英雄 抽不到不收手 第一個十抽 十抽馬上中好嗎 啊 抽不到啊 再來 哎呀 還是沒有啊 再來 又是沒有 抽不到我不會收手 抽壞的手啊 一來就兩隻 我都說我人品爆發的 就是這麼輕鬆啊 有時候人品的東西 要來我也擋不住 真的 我都用了大概五六十抽到 就已經抽到這個SSR的奧勞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的文品這麼好 由石川柔衣配音的女主角 戰力非常之高 你看她那個列達造的造型 哇 又有長腿 她的樣子又漂亮又是妖精族 而且是我最喜歡玩的攻守 真的非常之吸引啊 哇 不要說那麼多了 馬上升級升爆 哇 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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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就把我的奧勞哈升到上五星 哈哈 開心啊 哇 整萬七的戰鬥力 直接就把它裝上去 哇 戰力大提升 非常之正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ISO6實在是一隻好玩的手機遊戲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下載來試試 台服也正在接受預約 我們在這遊戲中組隊見 拜拜 底部 底部 熊 底部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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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